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3月6日 昨天加拿大宣布了單日的新冠病毒增幅是13宗 有8宗在溫哥華,而且還未追蹤到源頭 溫哥華是二次有社區的爆發,今天是星期五 我會拍攝一些事情想看看 在這個二次有社區爆發的時候 究竟加東,Toronto這一邊 究竟人們有沒有採取更多措施 例如戴上口罩,少了很多人呢 我們今天會拍攝一些事情和大家看看 還有讚賞 請回答 開箱 怎麼樣 地圖 3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Hello 現在是晚上九點多 今天過了一天 現在入遊便回家 其實看到 無論是巴士 Tim Horton Wallmark 好像沒有人戴口罩 雖然新增案例也不少 Francoufer有白痰 還有懷疑是社區感染 但是這裏 GTA和Toronto都不太有 大家有什麼特別改變的行動 希望之後會好一點 都不知道Toronto會不會 Touchwood之後會不會爆 都不知道 就可以了 然後 谢谢大家